基督教会堂 基督教会堂位于京城市区诸浦北路上 居高临下的砖红色建筑十分醒目 金门基督教会 以前叫做金门中华基督教会 创始于西元1900年 闽南中华基督教会派遣黄河城来金门传教 当时先在北门里中心路上购买土地新建教堂 作为聚会之用 黄河城并担任教会的首任牧师 基督教于是在金门京城打下了基础 后来受洗信教的人渐渐增多 旧教堂不服使用 所以在1922年发起新建新教堂 并于1924年完工 因此基督教会堂正面的仿巴洛克市山头上写着 1924 就代表它的完工年代 并在清代的县城衙门所在地 俗称文衙门的部分土地上 新建会堂及附设陪德小学和幼稚园 旁边的牧师楼原建于1934年 是当时的牧师到南洋劝木所新建完成的 基督教会堂的平面格局是一层楼的洋楼 它的屋顶为四坡倒水的形式 正面上方有简洁的巴洛克市几何曲线山头 中央放置十字架 屋顶女儿墙用花瓶栏杆收边 风格典雅 旁边的牧师楼原来是五角级洋楼的形式 但在2006年重建成现在的样子 在日本城市楼原建的设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